Hey baby cars 今天的影片要來分享我的空瓶 已經不知道累積多久了 就好像好幾個月了吧 就真的很久 那我就沒有按照任何的順序 就是我拿到什麼就講什麼 首先呢就是我萬年愛用的L'Oreal眼唇卸妝衣 這個從我開始化妝以來 國中的時候吧 就用到現在了 真的是愛用了很久 好幾年了 也會一直持續回購下去 因為它的卸妝力很強 但是也不會讓我熏眼一些防水的眼線啊 染眉膏霧面唇彩都可以卸得很乾淨很好卸 除非是會染唇的唇彩比較難卸之外 其他不管什麼類型的彩妝都很好卸 我自己用起來覺得蠻溫和的 不會讓我過敏 可是眼唇卸妝一種東西也是很看個人 有些人用起來就是會熏眼 那我自己用是不會 對 所以會一直回購下去 那接下來呢 這個夏天我不知道用掉了幾罐 這個雅漾的活泉水了 總共五罐 我用掉了兩罐最大容量 300ml的活泉水 然後三罐 150ml的 算是中等容量吧 對 我會用這麼熟呢 就是因為 我真的是把這個當水的用 沒有再客氣 呃你們知道我在夏天的時候 很熱的時候 然後我的整個胸口到頸部這裡就是會一片泛紅啊 嚴重的時候會起紅疹 就是一小粒紅紅的 然後會一樣這樣 那我只要一發作的時候 我就會狂噴這個活泉水 就是沒有再客氣真的是狂噴 就會比較鎮定舒緩 然後可能在電風扇前面狂吹這樣 就會比較好 然後我平常也會拿來當成化妝水啊 濕膚之類的 反正就是真的用量很兇 所以用很快 呃這應該是很多敏感肌的滲水了吧 不需要我多說了 接下來呢 因為這是同一個系列 所以我就一起講 這個是innisfree的綠茶系列 紀州島什麼綠茶 我有點忘記了 之前就是收到一大箱很長的那個 PR包裹 有一些人有記得的話 我之前有破案顯示動態 然後我是真的有認真的在用那系列 然後就用完了這三樣東西 首先是這個 綠茶保濕卸妝水用完一罐了 這個卸妝水我覺得就是很 中規中矩好用的一款卸妝水 就他有做到一款卸妝水應該做的是 我也講過出有什麼特別的 好不好他唯一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這個 壓頭 但是我很不喜歡 他就是這樣按壓式的 你就把卸妝棉放上去按壓幾下 還就會出來 可是因為你們知道我用卸妝水 我是喜歡用美容毛巾的 就是那種很大一塊的美容毛巾 他的面積那麼大 你要用這個小小的口 一直按壓不知道按壓到什麼時候 而且還會按壓回去 所以就是很難很難用 不適合我 所以我都是直接把它轉看 然後倒在美容毛巾上面 對 我不喜歡這個丫頭 這也是為什麼 我不會想要再回購他的原因 他的內容物是好用的 只是 對這個丫頭我沒有很愛 他也不會讓我過敏 長怪東西之類的 就是一個好的卸妝水 接下來是 這個東西超好用 我已經用到第二條 放在我的浴室 我這個月要去韓國 我會吞屍跳回來 沒有在開玩笑 就是那麼喜歡 他是那種完全透明的凝膠 怎麼搓都不會有泡泡 不然你怎麼加水 你怎麼說 他就是不會起泡泡 所以他的洗淨力比較溫和一點 我在早上洗臉的時候 其實是不太喜歡用洗面乳洗臉的 本來在用到這個之前 但是 我用到這個之後呢 就是早上都只用這個洗臉了 因為我不喜歡在早上用洗面乳洗臉的原因 就是洗面乳就是那種有泡泡 可以起泡的洗面乳容易 洗得太乾淨 就會讓你的臉變得比較乾澀緊繃 然後就會導致你在後續上底妝的時候 妝比較不貼妝 沒有辦法那麼貼妝 就是因為你的臉真的已經 有點水分都被洗乾的感覺 那我用這個潔顏凝膠洗完 是完全不會有緊繃乾澀的感覺 臉還是很舒服 也不會讓我後續上底妝難以貼妝 就是我真的很愛用 我覺得很多乾肌應該也會喜歡這個洗面凝膠 接下來是綠茶子保濕霜 這個也是最近很常出現在我的影片裡面 因為我真的就是很愛用 就是完完全全用掉了一整罐 現在也是第二罐開封在我的抽屜裡面正在用 這一罐是開啟我的乳霜之路的一個保濕霜 我覺得它有點算是介於乳液跟乳霜之間 我覺得它沒有乳液那麼清爽 但是沒有到乳霜那麼的滋肉 滋潤油膩 這一罐用起來就是真的覺得很好吸收 可是它不會吸收到 讓你覺得欸 乾掉之後好像有塗跟沒塗一樣 感覺臉還是乾乾的 這一罐它是有一定的滋潤度 但也不會滋潤到讓你的臉覺得很悶很不舒服 我身為一個油肌 就是很喜歡這一罐 我覺得它的滋潤度對我來說剛剛好 可能一些還在青春期的油肌小女孩小男生會覺得可能還是有點太油 但是如果你已經賣入你二十幾歲的話我覺得油肌也是可以用這一罐的 對然後這一罐我是在早上妝前保養跟晚上的保養都喜歡用的 妝前保養用它也不會讓我後續的底妝起屑打架 然後晚上用也是很舒服就是很喜歡 那我現在晚上的話我會把它跟絞殺混合就用 就是挖一坨起來就手上 然後第一個兩滴絞殺進去然後混合 搓搓搓然後就塗全臉 這樣子是更進階的更保濕一點的用法 如果你是乾肌的話就可以這樣用 雖然我自己是油肌但是我現在也會這樣子用 那如果你真的很油很油的話 可能就不要再加絞殺 可能單獨用這一罐就很夠用了 接下來是這個MAC的眼... 我家外面有一間洗車場 所以你一直聽到那個... 就是那個洗車的那個水珠的聲音 I don't know 接下來這個是MAC的眼唇淨妝霜露 就是眼唇卸妝液 可是它沒有眼唇卸妝液那麼油我覺得 很不幸的我用這一罐會選眼 但我還是把它用完了 因為我都把它拿來卸可能眉毛 唇妝或者是我在試色的時候拿去卸嘴唇啊 卸手臂上面的那個試色 所以就還是把它用完 但是我不會回購 因為會訓言 很可惜 就是這種東西真的很個人啦 有些人就很愛用啊 然後我自己就剛好用了會訓言這樣 接下來是卡尼爾的卸妝水 這個我也是愛用很久 我覺得它應該是我覺得開架裡面最小夠大碗 便宜又大碗的卸妝水了吧 而且很多人都說這個用起來感覺很像Bioderma 我沒有用過喔 我覺得這個對來說就很夠用很好用了 我用起來也是完全不會過敏 不會長怪東西 對它是說 所有膚質都可以用敏感肌也可以 無油 無酒精 無香料 對 真的就是它寫的那樣 我用起來是真的覺得很舒服 很愛 也是會一直回購下去 對 接下來有一罐Urban Decay的 Makeup Celine Spray 這個是Oil Control控油款的 他們家有分持久款跟控油款的 你要注意不要選錯 我喜歡的是Oil Control控油款的 持久款的我也用過 我覺得也還不錯 可是控油款是真的比較控油 有持久一點 所以說如果你是油肌的話 我會建議你選Oil Control款的 這個是小容量的 就是小樣的尺寸吧 我用完之後就是喜歡到去買了正品 正常容量的 然後也是一直愛用中規 它真的很好用 它應該是我目前最喜歡的定妝噴霧 底妝上完之後就是噴全臉 然後再bake就會 超級持久 我有拍過我的超持久的底妝教學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接下來呢 有一罐NARS的Luminous Weightless NARS的 All Day Luminous Weightless Foundation 裸光奇蹟 我終於記起來了 中文叫做裸光奇蹟 那這個我用掉一罐之後 我有再回購 現在也是有一罐 在我的抽屜裡面也是一直很愛用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專櫃粉底液之一 它的控油力是有的 但是沒有其他同類型啊 那種霧面型的粉底液品牌好 但是它的妝感真的很漂亮 它的遮瑕力很高 沒有到MARGEX那麼高 但是比很多同類型的粉底液的遮瑕力都還要高 就是我會讓它過關的那種高遮瑕力 然後我覺得它雖然是斷面的妝感 它沒有到很霧很霧 像以牙絲蘭帶那麼霧 我沒有 但是它也沒有到很Dewy很 很有光澤 就是介於兩者之間 這妝感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出油之後就是漂亮的奶油肌肉 所以我真的很愛用這一關 所以我才會回購 接下來是雅漾的保濕精華 這個是舊版的 它們現在已經更新 變成新版的 新版的顏色比較白一點 它沒有這個那麼透明 我覺得用產品感覺差不多啦 真的就感覺不太到太大的差別 都是好用的 那我最近也很常被問到 這關跟我最近愛用的那個 倩碧透明方形的那一罐比起來 有什麼差別 它們就是很類似功能的東西 只是我 我 我 我現在真的是比較喜歡倩碧的那一罐 因為我喜歡它沒有香料味 牙漾的是有香料味的 就是有個香味 我喜歡倩碧它完全是無色無味的 那樣用起來比較安心一點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牙漾這個啦 只是它如果能完全不要有香味的話 我可能就會覺得 一樣喜歡吧 接下來呢 有一堆 Ordinary的東西 首先呢是 The ordinary的直萃型的絞紗 這個就是便宜好用的絞紗 我也有回購 也是有一罐 開封放在抽屜的 就是很好用 妝前用 很保濕很讚 不會跟夾保養品打 夾氣穴 whatever 就是好用 然後這個是玫瑰紫油 就是類似的都是油類保養油 可是我不會再回購這個玫瑰紫油 你看它上面泛黃個噁心的 它就是變質很快 我打開之後它整個旁邊很像結晶 結塊 就變得超噁心 變質的速度太快了 而且已經 有油耗味 喔 好臭 我還沒有完全用完 可是它就已經變質了 就真的整罐都是油耗味 很噁心 我已經不敢用了 我不會想再回購 因為這兩罐絞紗跟玫瑰紫油 算是我同期開封用的吧 沒記錯的話 可是 這個玫瑰紫油就真的變質很快 可是絞紗就沒事 所以我應該只會繼續回購絞紗 玫瑰紫油我是不會想再回購 然後接下來有一罐這個 菸檢胺 這個就是我喜歡用在 有白頭粉刺 粉刺的地方 可能T字部位 然後一些比較有顆粒感的 一些白頭粉刺的地方 我現在比較沒有那麼常用這一罐啦 因為之前皮膚狀況比較糟的時候 我就比較常用 現在就是 皮膚狀況比較穩定一點之後 就是有需要的時候才會拿出來用 我就不會甜甜用 然後這個是 The Ordinary的 杜鵑花酸 這個也是 已經不要用到幾條了 我也是有很多囤貨在我的抽屜裡 這個我也是沒有像之前那麼常用 因為就是 剛剛講過了 皮膚比較穩定之後 我只有 皮膚出狀況的時候 才會拿出來用 這個就是 很適合拿來塗在一些有 長痘痘留下來的色素 沉澱的那種 紅紅的一點一點的痘疤上面 就會 淡化得比較快一點 接下來呢 是艾芙美的 燕麥極淨卸妝乳 這個我很久之前看表姐的文章 她的卸妝的文章吧 就是她很愛用這個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很想要試 然後之前 他們家公關就寄產品給我 就有這一罐 所以我就很開心的 試用 我記得這個應該不是我用掉的第一罐了吧 還是試試 我忘記了 反正我現在也是有另外一罐開封中 好像放在台中 對沒有帶回來 這個我還蠻喜歡 她卸妝力真的很溫和 很溫和 如果你平常也是比較喜歡化濃妝的話 你不能只想單靠這一罐 就能把你的底妝完全卸乾淨 像我 我底妝就是比較偏厚的 只靠這一罐是絕對卸不乾淨的 欸拉到我頭髮 我平常一定會先用卸妝水 擦過全臉 把臉上大部分的底妝都擦掉之後 再用這個燕麥極淨卸妝乳 深層的再卸一次 這樣子才會打到完全乾淨 然後這個洗完之後 會再用洗面乳再洗一次 對然後我用起來也是覺得 就是真的還蠻溫和的 不會讓我過敏 長怪的東西 但它也是有一個蠻重的香料味 我不太喜歡 就是我真的不太喜歡那種香料味太重的東西 對 接下來有一罐這個 濕滑口的黑旋風噴霧 這個應該大家有知道吧 就是好用的定型噴霧 噴頭髮的 嗯 就是 沒什麼好說的 就是一罐好用的噴霧 Let's ride OK 再來是Batisse的乾洗髮 他們家有很多款不同的香味 我覺得這款最好用 這應該是花香的 這個我已經也是用掉還蠻多罐了吧 沒有忘記了 這個真的很好用 我覺得開架最便宜好用的就是Batisse的乾洗髮 再來這個是Milkshake的 銀掉洗髮精 就是那種紫色角色洗髮精 如果你好奇我都是用什麼紫色洗髮精的話 就是這個Milkshake 這個是我之前第一次去漂頭髮的時候 我的設計是給我的 對這個我也是用到第二罐了 在我的浴室裡 紫色洗髮精就是中和掉頭髮裡面的黃掉 讓你的頭髮變得比較偏白精一點 不要那麼的黃 像我這一段因為漂得很乾淨很白 就很容易染上這個紫色 所以你們看我有時候 頭髮這一段會比較有點藍藍紫紫的 就是因為我有在洗這個 那如果我好幾天沒用這個洗的話 就是只用一般洗髮精洗的話 它那個藍藍藍藍 光想想 藍藍紫紫的顏色就會退掉 就變得一樣可能白白金 對反正這個就是適合這種有漂頭髮的 白金色髮色的人用的 紫色洗髮精 應該是染紫色頭髮的人也可以用 對 OK 接下來有一罐 HABA的絞紗 這個HABA絞紗也是很好用 之前用到一罐了 把我忘記了 但是我目前不會想再回購它 因為我覺得LEORDINARY的就很便宜好用了 除非我有再去日本 我才會買 當然在台灣的話 買的比較貴 就覺得 沒有買它也沒差 因為LEORDINARY的就還蠻好用的 而且我還有一罐開封正在移用 然後我剛才有講到 我最近蠻喜歡用那個 INISPRE的綠小鴨子保濕霜 然後滴兩滴這個 角砂進去 然後混合著 移用 就會非常的保濕 保濕度大增 接下來有一個 這個就是ECO TOURCE的美妝蛋 這你們應該都不陌生 只要有我在上底妝的影片 都有它的身影 就是ECO TOURCE的美妝蛋 我目前最喜歡用的 我會這麼喜歡它 不是說它的材質啊 有什麼很厲害的地方 它的材質就是美妝蛋的材質 沒有什麼特別的 也沒有說比BEAUTY BLENDER好用 我喜歡它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有這個切面 它上面有兩個平平的切面 一個比較大 一個比較小 比較大的這邊我拿來上底妝 比較小的這邊我拿來BAKE 有這個平切面 它可以讓你的粉底 變得比較高遮瑕力 因為你就是有一個平面的地方 可以這樣啪啪啪按腰 底妝就會上得比較高遮瑕 那如果是用下面這個圓的地方 也是可以的 只是底妝就不會那麼的高遮瑕力 對 然後這種平的美妝蛋 它的耐用度一定是不如BEAUTY BLENDER的 我目前用過最耐用最耐操的還是 是BEAUTY BLENDER What 我覺得BEAUTY BLENDER貴耶 有它的道理讚 它就真的很耐用 可以用蠻久的 也耐洗耐操 然後這種平的美妝蛋 就真的比較容易破 容易裂開 所以你洗的時候就是要更加小心 不要用指甲去搓它 就是你平常在上妝拿的時候 也不要用指甲 就是這樣搓進去 就更容易裂開 然後人家洗的時候就是用指腹 用指腹去這樣按壓按壓 絕對不要用指甲搓 這樣就是會讓它更容易壞 對 但是它很便宜嘛 所以就是無法抱怨太多 它就真的便宜好用 然後那一顆就是被摧殘到一個 就是很破了 所以我就不會再用了 接下來這個是BENEFIT的 MAYBE PRECISELY 買BROW PENCIL 這一款是尖頭的就是尖尖的筆頭 他們有另外一款是斜角的 就是寬寬的 然後頭是斜的那一款 我比較喜歡這一款 因為我覺得它比較好描繪 眉型的線條 就是個人使用的習慣啦 我就是比較喜歡這種細頭的 這一款眉筆的軟硬適中 不會太軟 那種太軟的眉筆 就是真的很容易失手 眉筆為什麼要那麼軟 眉筆不需要那麼軟 是那種什麼眼線膠筆 或是眼影筆才需要軟 才需要那麼好畫 但是眉筆那麼好畫的話 就是容易失手 你的眉毛畫出來就會很不自然 所以眉毛 眉筆還是要選偏硬一點 但是也不能太硬 太硬的話 會讓你的眉毛掉毛 就是因為真的太硬太難畫 就會去壓扯到你的眉毛 就會讓你的眉毛掉落 就會很難過 對 所以這款軟硬適中 我非常喜歡 我現在也是用到第二支了 非常的喜歡它 接下來有一支 Maybelline的咖啡色眼線液 這個眼線液我真的 沒有什麼認真的拿來畫眼線 我都是拿它來畫眉毛的毛瘤 製造一些毛瘤 或是有一些人的眉毛 真的有一些空洞很難補起來 就是不管你用眉膠 或是眉筆什麼的 都很難填起來 這種時候你就需要用這種咖啡色的眼線液 或者是也有專門出那種 畫眉毛的這種 很像眼線液的眉液嗎 我不知道叫做什麼 這種東西就是很適合填補一些 真的很難填的空洞 或者是畫一些夾毛瘤 對 這個我已經用掉好幾支了 接下來呢 有兩支Nyx的My Liquid Liner 這個是我最愛用的開架眼線液 因為它非常的濃黑 很水 很有水 很適合平常喜歡畫濃眼妝的人 尤其是歐美妝 因為如果你想要用一些亮片色的話 你的眼皮上面眼影就是會比較厚重 那如果你眼皮上面有那種比較厚的亮片色的話 你用一般那種像KISS ME的這種眼線液的話 它的水就是不夠 不夠多不夠黑 你就要重複來回描好多次 而且就很浪費水 那像這種沾曲式的它就是 很有水 就是很濃黑 你就一筆它就超黑超有水 然後就可以完全蓋過那個亮片色什麼的 對 所以這種眼線液就很適合 喜歡畫歐美濃妝的 的人 雖然對新手來講這種刷頭 沾曲式的刷頭是比較不友善一點 可是真的就是多練習好不好 所以這個我也是用到好幾支的 抽屜裡面就有一大堆吞貨 真的是我最愛用最常用的眼線液 有點累 我先這樣靠著一背一下 有點腰痠好 接下來這個是Colourpop的Ultra Blotted Lips 色號Zuma 這支有多愛應該就不曉得多說了 就是真的很愛 這支我沒有完全用完 但是它已經變質了 因為我覺得Colourpop家的東西 只要是液狀類的東西 膏狀類的液體狀的東西 都很容易變質 我就覺得 算了 就價錢也擺在那 變質就算了 就買一支新的 我有一陣子沒有拿出來用 然後我走上拿出來用的時候 我就覺得 它顏色怎麼變得那麼深那麼紫 它本來是這個顏色嗎 所以我就開封了一支新的 因為我囤貨 就 新的根本 跟這個顏色完全不一樣 新的就是完美的Zuma色 就是MLBB色 可是這支已經變得 不知道什麼鬼東西了 所以我就沒有 沒有再繼續用了 就可以把它丟了 OK 再來是Kiss Me的桃紅管的睫毛膏 先長型的 我不知道它到底正式停產了沒有 但是我現在是到處 不管去什麼藥妝店 也都沒有看到這一支了 我覺得應該是真的停產了吧 這個就是我最喜歡 拿來刷下睫毛的睫毛膏 停產真的很可惜 我不懂為什麼Kiss Me要一直停產掉 他們家很好用的睫毛膏 我真的不懂 我覺得新款也還蠻好用的 但是我覺得沒有舊款的好用 最後一個東西 是House Blushes的假睫毛膠 又是我最愛的假睫毛膠 也是不知道用到有幾條了 這個雖然比較難買一點 要找代購 可是值得 因為你用過它之後 你就回不去什麼DUP 你都有的沒的開架的假睫毛膠 它真的很黏很老 就是你騎車 牆風這樣狂吹 它都不會掉 除非就是你一直老白油 就是你眼睛可能有過敏還是怎樣 就是你一直流眼淚 那你可能才會眼頭那邊翹起來 或者是你的假睫毛太硬 一副新的那種歐美很硬的假睫毛 那你就是有可能眼頭還是會翹起來 那如果是一般的那種比較軟梗一點 或是正常一般梗的假睫毛的話 這個就是可以黏得超勞超好用 OK 終於結束了 好累 每次都講到最後聲音都有點要沙啞的感覺 好 那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空瓶的分享 你們也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你最近用完什麼東西 是你一定要再回購的 好 那就這樣啦 掰 拜拜 拜拜